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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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人,我是卡洛斯 正如之前已經說過 由於轉變工作環境關係 好一段時間 沒有幫人修理樂器 但隨著我的工場慢慢穩定下來 所有工具變得就手 我就開始幫人修理中院 或者修理義壺 但今天來到我面前的義壺 就不是普通人 老師可以說是我學義壺 的啟蒙老師 當年我開始學義壺的時候 是在工聯會跟他學的 同時是一位專業的演奏家 所以他這次拿到壺 要我幫他重新換皮 我真的有點戰戰兢兢 而且一大段時期 都沒有做換皮 而換皮可以說是 義壺維修的步驟裡 最複雜的一件事 而且一段時間沒有換皮 手上的工具和材料 都找不到出來 於是我只訂材料和工具 都訂了整個月 不行了,欠了人那麼久 今天一定要開始做 首先和義壺斷一下症 不過老師要求得換皮 當然是有問題 摸下去皮就軟了 聲音低音都不肯 首先我找回我搬屋之前 剩下的蛇皮 這一疊蛇皮 是同一條蛇身上所割出來的 好像這塊就是蛇的後尾枕 因為你看到網格是零形的 這一塊也是 所以就不方是靚皮 這些皮是不能用給老師的 這一疊我叫做靚皮 而靚皮也有分級數的 我每塊皮的背部都寫了號碼 這個號碼 就是調磚從蛇尾數到蛇頭的第幾塊 這塊就是第十五塊 即是接近蛇頭 不是好東西來的 連這一塊就是第四塊 旁邊這塊是第八塊 你猜猜哪塊好些 不用問了 接近蛇的光門那塊 第四塊是好些 就把這塊給老師 現在我就開始拆老師的壺 今天的示範比較長 我也從來沒試過在影片上 展露這麼多整義壺的秘密 大家有興趣就留心去看 首先我就把老師的壺 就是蛇皮那邊浸在水裡 目的就是要浸掉一塊蛇皮 然後同一時間 我又把準備了那塊蛇皮 都放在水裡泡浸 這兩個泡浸的工序 時間是頗長的 不過浸掉蛇皮那邊 應該一個多小時都可以做到 如果發覺蛇皮浸軟了 很容易可以撕出來 撕完出來我發現一個天大的秘密 就是上一次這個壺的蒙皮 根本蒙得不好 因為你看到有很多黑色的斑點在這裡 就表示上一次蛇皮 是未充分被撐開的 那怎樣可以充分撐開蛇皮呢 待會我會講解 撕掉蛇皮之後 我護身要做很多打磨的工作 首先要把這條牙線 用剪鉗拔掉它出來 現在在工場裡有大型的砂紙機 我就可以利用砂紙機 先速度打磨一下這六條邊 然後再用手措細撿一下它 OK之後我會開車床 把木碎拿出來 咦?為什麼要把黑壇拿出來 這個是秘密來的 因為黑壇的密度比較高 我用它來填剛才的牙線的位置 然後再用502來填小黑壇木碎 完成了蒙皮 我才可以重新再割牙線坑 填補完之後 再用塗仔和沙紙去撿好它 桶身的地方再用暴露泡泡光 那二壺桶就好像剛剛做出來的一樣 可以重新蒙皮 進行蒙皮之前 我們還要在會落膠水的地方 勾一些刀痕 讓桶身和蛇皮可以黏得更加緊 大約12個小時之後 蛇皮應該泡泡好了 這個時間你就可以把蛇皮背後的角膜撕掉 一塊漂亮的蛇皮 角膜是比較容易撕掉的 那我這塊蛇皮都算是漂亮的 所以都被我撕掉了大半 剩下一點撕不掉的 就找一把小鑽去剷掉它 那把鑽不要那麼理會 剷掉了 真的哭到無謂 那以這個鑽皮的動作 除了剷掉角膜之外 還有另一個意義的 就是把皮的纖維剷鬆一點 稍後才會較容易去完全撐開一塊皮 不會出現剛才黑色的斑點的狀況 好啦 橙皮完成了 洗乾淨它 貼在牆上備用 之後用到來撐皮和蒙皮的工具 就是卡洛斯自己獨家設計出來的 我膽敢說全世界沒有人是用這種方法的 因為我自己獨創的 這六個有兩顆螺絲的夾皮器 就是我專程設計出來 夾實塊皮的六條邊的 由於一間撐皮和蒙皮的時候 張力都很強 所以這兩顆螺絲的作用就很大了 至於六個木球的功用 兩岸三地的二壺製作師 都走來問卡洛斯 究竟我們做甚麼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了 原來將塊皮套上了二壺桶之後 這六個球 就會壓住二壺桶的桶身 是可以微調六個夾的角度的 當年為了做二壺蒙皮 卡洛斯設計了很多古靈精怪的道具 好像這個3D彈的骨 是用來做甚麼的 大家會看到壓住了一塊濕蛇皮之後 六個角都會貼貼伏伏的 稍後一塊蛇皮乾了 形狀才會漂亮 最後就要上架了 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個二壺蒙皮架 自然都是卡洛斯的發明 因為兩岸三地的傳統做二壺方法 都不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自己發明出來的 現在這個第一個情況叫撐皮 撐住皮 讓皮乾 第二次再撐出來 就再下膠水 這次不下膠水 就是這次不下膠水 就是要做一個形狀 要做一個形狀 由於現在蛇皮全濕 所以你摸一下角邊 皮是軟的 這個時候 最適合跟蛇皮做按摩的工作 我就拿個螺絲批的尾寶 就跟它做抹拆珠抹拆珠 目的就是把蛇皮的纖維 盡量拉開 一邊拉開纖維 一邊在收緊螺絲 你會發覺蛇皮的緊張 越來越高 用Spectrum Analyzer去量度一下 就發現陰調越來越高 等兩天之後 蛇皮就完全乾了 而這次你再量度一下 你會發覺陰調比濕的時候 是高了很多的 這個時間你不妨拆開螺絲 觀察一下蛇皮 剛才也教了大家 要知道蛇皮有沒有完全地拆開 只要看看有沒有黑色 或者透光的斑點就可以了 如果有 即是說撐得不夠好 再加水 重新再做一次撐皮 按摩等等的動作 不用擔心 有心機一定撐得開的 好 最後我們就撐到這樣 都算不錯了 由於接著就要下膠水去貼個桶 所以 如果不想一會打磨拋光這麼辛苦 就最好把那些不下膠的地方 貼一層透明膠去保護它 在上一次維修琴筒的影片 我都介紹過101膠水 它是一種混合膠 先放A 再放B 相同份量 攪勻它 然後就可以在二壺桶的六條邊放膠 為了無縫地接合 我覺得連蛇皮那邊都要放膠 不過蛇皮那邊要小心點放 只可以放在六條邊 千萬不要漏膠去蛇皮面那裡 因為這樣就會影響陰式的了 下膠完畢了 接著要做好工序 就跟撐皮差不多 只不過撐皮就是濕撐的 而我現在要用的就是乾蒙法 就是在蛇皮全乾之下 去收緊一些螺絲 當然我知道有些二壺師傅 他們是用濕蒙法的 技師就是他們想爭取在下膠水那一刻 再撐多一次皮去拉緊纖維 卡洛斯個人就認為這個方法不是那麼好 因為大家剛才都聽到一點 就是蛇皮乾了之後 陰尿會高了 那如果我用濕蒙法 就是在蛇皮濕的時候 來黏住一張皮 乾了的時候 究竟去到什麼陰尿呢 真是很難說的 好了 用了乾蒙法 經過了兩天之後 我們就可以拆一個蒙皮架了 今次就不止拆架 就連那六個木球 和那六個夾都可以一次過拆完它 拆了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檢驗一下六個邊 蛇皮和琴筒的貼合程度 這裡為什麼會這麼漂亮呢 主要是第一次撐皮的時候 我用上了這個自己設計3D打眼配件 為了收緊蛇皮的輪角 現在就要下水 做一個燙皮的工作 之後呢 就要割去多餘的皮 還有割回牙線坑出來 大家還記得之前呢 我們用黑痰木的木碎 來補了牙線坑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之前的牙線坑 和我現在割的牙線坑 有一點點位置分別的話 如果我之前用的木碎 密度不夠高 就很容易崩了出來 那牙線坑就變成很粗的了 雖然牙線坑就有個標準 是來蛇皮面15mm的 但是我不會知道 之前的師傅 是不是這麼準確的嘛 所以如果要把牙線坑割得漂亮 剛才要補木碎的步驟 就非常之重要了 好了 割去牙線坑 當然是把新的牙線 填補上去 在這裡呢 你只需要一個木錘 或者膠錘就可以了 最後大家可以用挑剋刀 或者一些除膠的溶劑 去將多餘的膠水 除去 假設發現牙線 跟蛇皮面 不是同一平面 也可以用挑剋刀 做一些修整的工作 好了 蒙皮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之後呢 我們用蜂蠟 將蛇皮面 做一個拋光的工序 然後又用蜂蠟 將琴身 又拋光一次 維修完的琴筒 就像新的一樣的了 再加上護片 扭上螺絲 我維修的工作就完成了 如果一般的客人呢 我都不會幫他上線的 因為每個人的要求不同 但因為是老師的壺 所以我都送佛送到西 裝回琴碼 戰報 還有琴弦 微調等等 趕快試一下音 一般剛剛從新蒙皮的壺 就像新壺一樣 纖維全部撐開了 聲音是比較尖的 要拉回兩三個月 它二壺才會開聲的 就是要做的 尖壺蒙皮 可以說是維修尖壺 而至於整個尖壺的製作 最難也是最多學問的環節 卡路斯都很慶幸 在這兩年之間雖然沒有做蒙皮 但我的技術沒有墊鍋 只是保到味老 因為蒙完皮之後 雖然這個皮是新皮 未開聲 聽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蛇皮的張力是足夠的 雖然現在的聲音還有點硬 相信拉多兩三個月 它就會開到聲音 而今次是我第一次 在工場裡面 利用工場的工具 去經歷整個蒙皮的過程 我覺得比起在家裡 用一些土砲的工具 更來得得心應手 好了 今次蒙皮的過程相當成功 我今日的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更多疑問問題 想問卡路斯的 請在下面留言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